吴尼朗 米米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1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先开始带您关心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趋缓 如何维持游客再造访回游 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花莲县政府推出了永续游花莲奖励的方案 透过吸引自由行民众在花莲住宿 那么带动滚动式的食宿游购行销费 那么参加抽奖 最大奖是200多万元的特斯拉电动汽车 那么得主是出炉了 由之前来花莲全家旅游的台北市林小姐来抽中了 并且表示已经规划好明年会再来花莲 花莲县府为鼓励国人至花莲旅游 自由行游客只要在花莲合法旅宿业住宿 并前往活动指定旅游点或指定活动任三项 即可参加抽奖 将200多万元特斯拉开回家 活动从4月开始截止至11月 日前得主出炉 举办永续由花莲奖励方案自由行颁奖典礼 同时也颁发民众登陆最多的花莲旅馆业 与民宿业各前五名 分别获得5万元与3万元推广奖励金 因为现场推这个活动 很多客人要住 客满 都是你爱的 其实是开心的说客满 我也不用拽 只有三十几间 但是我非常非常的感谢跟感动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我们这中小型饭店 包括民宿 我们没有行销 没有计划 没有业务 这些部门都没有 每一个人都监 柜台要监好几个 监好几个 但是没想到 这些自由行来的 哇 回流客超高的 谢谢县长 这次的活动 说真的 每一位客人 他们来的时候 跟他们讲这个活动 都有很惊喜的感觉 那再来呢 我们都会花五到十分钟 跟大家详细介绍这个活动 这个活动 而且还会教他怎么样上传 因为很多客人他看了 他不知道怎么做 那我们都教他怎么上传 今年最大奖特斯拉电动汽车 日前在律师见证公开直播现场 抽出正取得奖者蔡小姐 不过正取的蔡小姐 无法提供住宿收取正本 该由被取义的林小姐地补 花莲所有可以玩 我们其实都希望 带着小孩去经历 像野猴子 我们也有带小朋友去攀爬 对 我们真的很喜欢花莲 明年的家族理由也订好了 谢谢 谢谢 真的幸运之神眷顾 真的很意外 谢谢 有没有想过 会种这个特斯拉开回去 这特斯拉要怎么使用 就送给老公 哇 首先要谢谢我老婆 对啊 让我换车 对啊 每年保证一位 载你到花莲来 哇 谢谢 陈小姐表示 夫妻俩都非常喜欢 花莲的好山好水 全家初游也带小孩 来远雄海洋公园玩 获奖后 远雄越来大饭店 再加码赠送住宿券 此盼透过住宿滚动 时速有够型的消费 邀请更多民众 体验花莲观光旅游的多元和永续 记者长邦雁华林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与广东西